美国慢慢走进后疫情时代 消费者终于回来了 但买气回温 供应链竟然出现断货危机 原来大陆广东爆发本土疫情 连带造成盐田港和上海港货柜大塞车 货物卡住出不了海 也影响到全球货运市场 来自台湾的原料卡在港口 让美国出现真奶荒 喝不到真奶是小事 但这波货柜塞港也带动各类物价飙高 因为从民生物资 电子产品到汽车 都有供货延迟的现象 就算广东盐田港已经恢复运作 短期内大批货柜 也很难消化 现在想从上海把一公顿货物运到荷兰路特丹 成本要一万美元 是五年前的以前倍 只是海运股却趁势翻涨 长榮海运今年已经上涨273% 阳明海运更狂涨441% 另外大陆中海远控 以色列以兴航运 还有希腊达纳斯几支航运股 都有惊人表现 消费需求暴增 加上物流大塞车 让全球航运成了后疫情时代的代表性产业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字幕为主要 并集中 完全并集中